南岩海岸中的湖比较多 形象也比较生动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然间中的湖 而另一种是生化传输中的湖 自然间中的湖主要包括天脸中的湖和独树 那么生化传输的湖有多种形象 带翅膀的翼湖 还有人面湖 还有四肾中的背后行坐 登登形象 那么这个湖的形象 不关于是自然间中 还是皮密中的湖 它是主要有两大功能 一个都是比线 再一个比起伏 湖的这种功能一致流传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